在杀效危机的情况下 未来会有很多这一类型的督灰行为 一国两制基本法 无论大家认不认同它存在 香港的课程和内地的课程 可以说是完全可以不同 自己有自己的课程 自己有自己的考评 用自己出版的教科书 但是原来多了很多中港学童 和海关诗书行为的情况下 这个基本法的保障 在操作层面上有机会执行不到 在杀效危机的情况下 其实我们未来会有很多这一类型的督灰行为 都是令到我们需要去关心的